繼續開會 現在我們請林副寶議員 執行 謝謝 陳主席 保安部門各位主管處長 議員同事記者小姐學生 大家 午安大家好 首先 我們這道紀山天然宮麻祖廟繞六天活動 我先來感謝環保局 消防局和警察局 給我們的協助 說今天這道我們的 我們主委員真的很好 這道是我們紀山麻祖廟 你們最努力 還有人跑 放這麼多 所以說感謝環保局消防局和警察局 給我們一個協助 因為 因為 紀山天然宮是一間散廟 說在交通方面 和交通維織 就是這樣 要跑很多人 但是那天環保局那天 因為可能人力的關係 因為我們有很多人 擁有很多人 都要分析 然後我們來跟國安 不然我們去 保安部門 幫我們保安部門 進行 所以我現在有很多人 我拜託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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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 一個臨時人員 因為礦紙要得遲到一個小時這件事 是的 那個我有請隊長去了解 屬實的話我們就依規定辦理 屬實 這樣了解了解了嗎 結果他因為我們在查到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事證 就打卡資料後來講的話 並沒有足夠的證據 可是他的工作態度或方式的話 已經給他調整工作了 請坐 因為我有聽說 他平常上班 時間打卡 有人帶打 中文室這樣請問一下 這樣就請問一下 請中文室責安主任 中文室賭予來 沒關係 局長在想這樣 因為我看到他 傳給你那個人 因為我很不愛說 因為一個小小的事情 我感覺 來消費我們未來的陳副總統 他的崇高人格 跟他們有一點中心的關係 有中心的關係 但是我會知道 我有問一下 我們 未來的陳副總統 他最好的這邊兄弟 叫陳耀玲 他是我們社群隊 居然應該認識吧 我們社群隊三人 以前對上退休的 他還是有在聯絡 這件事我會知道 也沒有說 我說我要質詢你們孫子 他也是很生氣啦 因為我看那個電訊 現在你們基山也很多人 好多牆頭草 潘兒夫婦 因為說 他是安護周東的總親 所以說 我真的說很難聽的 說潘兒夫婦是比較好聽的 我可能稍微就大家坐 阿偉啦 比較難聽就是說在北路 我不要說錯話啦 首先 我做不愛 我民進黨 難得 再賣起來 我不要為了一個小小 一個一粒 來破壞我們的行商 我相信 陳副總統 他嘛 大人做大事 我相信 他也不去 關鍵大事 所以我今天去 就是要來拜登局長 跟你們下面的人說 不要再有這種事去發生 也跟你們的道士說 我們是依法辦理 說真的啦 那天我叫你們隊長來 我有在幫忙 這不停這樣的事去發生 他們 kein公益 也不去那一步 我還滿在家 然後 他們那幾代 我下人 可以去拿去 然後 誰去拿去 幫忙 那天就很難看 然後 他們去拿去 然後 我們要去拿去 我們還是強調依規定辦理啦 因為你在 節訓也有什麼 一個離時人員 不能這樣太囂張 你有什麼樣子 我們還是強調依規定辦理啦 因為你在 節訓也有什麼 你才有寫 你才說不得讓 一個離時人員就那麼囂張啦 謝謝 我覺得這樣 庭長這樣很好 科長這樣是很好 別說他們有 總親做那會 大家可以怕 因為 我有聽人說 他平常上班 只有半天 春天就有人拿去打卡 這是傳言啦 我有問對方 對方也不敢講 我說拜託 我們總是去查一下 醫法辦的 有辦法嗎 沒問題 沒問題啦 不是啦 我所想起的 是真的真的 不要 因為總親是怎樣 要去 社會這個 因為 我今天說 陳副總統 他是一個很崇高人格的人 不要去替他破壞他的一個形象 你請你請坐 你請坐 我才在和 我的好朋友 丹雅林 在談這件事 他們先扛你 也很生氣啦 我說不能這樣 因為宗教武宗現在 更是要珍惜羽毛才對 不要說哪個羽毛當建議 我甚至於 也聽說 你們裡面的董事 急著要請他們吃飯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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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 我說得很奇怪 他們那也是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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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算 要怎麼說 一般出基山很久了 但基山有在聯絡的 應該是 彈雅林 那個 安消防隊 安政的 那個山人的隊長 他有在聯絡 這樣而已 齁 因為過年 我們整副總統 他有回來 屬性 節日主得 也是他啦 有哪有搖槍 我有哪有過 所以我今天進來 主要是說 為什麼 於遲到 一個小時 隊長 依法 改於 用控制 流到過的 你們基山分隊 甚至於流到過的 基山機子 都知道 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 本地 遲到就是 控制 沒有親家 然後 又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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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問隊長 那個波 也沒請教 就沒有來了 但是 我早就問隊長 你們隊長 又在那裡 沒有人家 又不敢給我一個正確答案 我也是 要不要整個室 插著 齁 不是 不是 控制是點鐘而已 如果控制是點鐘 之後 那個波 又散以止守 但是 是 我也要說 你 怎麼說 他躲在高雄 要去到那裡 有一段距離 他媽媽 在那裡 我所怕的是 你們來 在那裡 我覺得 我是 不要去 上來 我們 陳副總統 也不要去上來 對 我的民進黨 我主要就是這樣 你們來沒事情,我拜託我們局長跟恐科長、建文席 我們去處理就好了 還有是不是有搞那個小圈圈也要注意一下 甚至可以開個會跟他們民事講一下 我們是一切依法行政 我覺得對長說 如果真的他的行為真的違反我們的行政 我也可以拜託局長 拜託市長 堅持住也要堅持住 我相信他堅持住 我們陳副總統應該也不會是說什麼 我認為他是大人做大事 不會去關那個地方 那個局長你來認為 那個主任你請坐 局長 好,謝謝主席,謝謝林議員 各位觀眾朋友,這件事我會請我們那個恐科長 我們防衛科、聖豐室跟秘書室統一去把這件事情整個槽清澈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這個部分來講就是說 環保局是一個有制度的一個機關 不管是你林書的規定 還是說你那個人造型沒有人牽家控制 這個部分都有規定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後期我們會把槽清澈看 整個狀況是怎麼樣 第二點我跟議員報告 最近差不多應該後禮拜 我會找時間再到齊山區對去 我會找他們所有的官家的動員 這個部分我會再嚴正的跟大家講清楚 沒有所謂的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剛剛議員講的什麼攀榮附諾 有什麼什麼問題 大家照一個整天 大家照個整天做你的工作 我挺制度 我挺規定 這部分要加加議員做一個報告 我下禮拜也會找時間過去齊山區對 謝謝 還有一點 因為你們聽聽聽聽聽 那天我也聽它人家講 聽人家講 你們這有一個客規的 念他要調回去旗山啦 也是他在跟我們隊長施壓 說一定要讓他來勤 所以說他現在和我剛才說的 他們那個人一直搞在一起 所以說他就是在搞這個關係 他對人壓力 說一定要你來勤 我長毛跟我們隊長 確實有這種事 所以說我長的隊長在吃飯的時候 我告訴你 他講他也跟心臭要去吃飯 但是隊長他拒絕 可有也是在安排說 我們請隊的辦公室要牽移到哪邊去 我好奇怪 辦公室牽移到哪邊去 是隊長跟環保局的事 他們怎麼管的 跟他們什麼關係 管那麼大 對不 那就是隊長也在說 我辦公室要牽移到哪邊 但是我所了解 他辦公室要牽移到哪邊 你知道嗎 因為他要拿出錢 腳的 還要安排 到哪邊 因為這個 這個辦公室太小 因為你們環保局 有一個人要拒絕 要拒絕 一位給他拒絕 我看這個太囂張了吧 局長 因為我告訴你 你知道嗎 不要這樣 我甚至於這事情 我可能把市長報告 不要這樣 有一個人要拒絕 在安排辦公室 要拒絕 去哪裡 不是 他在主事 他不是局長 也不是市長 好 所以來GC 來指使隊長 這樣不好 所以說 我怕說旗山分隊 怕會出現這個事情 你要管理上 怕出現問題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 一定要突顯出來 要拜託人 好好去正義 安排三分隊 這樣好不好 請 局長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議員提的這一件事 我差不多在 一個月前 我有聽過 我有聽過 我剛才 拒絕了一點 就說 環保局是一個 有制度的一個機關 他們這些臨時的是 去年十二月來祝課 陸續 包括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陸續 會按照他的名次去做分法 真的裡面有規定 在當時分法裡面 就規定 他們出去 一定要做冠軍 沒有所謂的內情 所以包括說去做茶報 張亂點 包括去鐵公閣 包括去吐水狗 包括去 去收這些本搜 這些都是外勤的 所以 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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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跟其三的隊長說 絕對不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但目前為止 這個議員所說的 這個人還沒分法 我知道 對 後來這個 我會特別注意 也會提醒對象 不會發生這些 剩下桌子 沒有沒有 這個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你瞭解一下 你們隊長問你們隊長就知道 我知道 因為這有規定 規定就是做外勤的 再擠 按連連 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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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 我們休息五分鐘 如果沒有人登記 再行三會 休息五分鐘